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发生于20世纪初的一战 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波及到全球五大洲的大战 它的主战场虽然在欧洲 但参战国和遭受伤亡的国家遍及全球各地 但一战的爆发原因却多少有些奇怪 因为它的直接导火索是奥匈帝国王储遇刺身亡 为什么一国王储遇刺就能引发这场几十个国家参与其中的全球混战 一战爆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一战又造成了怎样的结果 对它又应该怎样评价呢 首先对于一战 我们可以没有争议的下个定义 即它是一场波及全球的惨剧 因为一战虽然主要战场是在欧洲 但却实实在在 是将几乎全球各地的国家都卷入了其中 首先从参战国的角度看 当时全球一共只有六十多个主权国家 直接参与进一战的国家就达到了三十二个 因为当时很多地区都是殖民地 比如在当时的法军中 光北非托尼斯这一个殖民地就为其提供了六万士兵 而英国东非长枪兵团人数更是超过十万 同时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也派出大量军队 与法国非洲殖民地作战 所以如果按照现代存在的国家来反推一战时期的参战国 其实有超过一百个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参加了这场战争之中 所以虽然一战主要是在欧洲的土地上打 但参战的士兵却是来自全球各地的 而就算是在距离一战主战场 也比较远的太平洋地区 其实也没有逃到一战的冲击 首先日本在一战期间 趁德国无暇东顾出兵击败了德国在亚洲 和太平洋殖民地的留守军队 占领了中国青岛和许多太平洋岛屿 而在此期间 德国海军也曾多次在太平洋 与日本和英国舰队爆发激战 最远的战役爆发到了 美洲的智利和马尔维纳斯群岛 就算是当时曾向置身世外的中国 也从1916年开始派出了至少14万名劳工 到欧洲为英法等国从事后勤服务 而一战的伤亡 相对于当时全球的人口也绝对堪称惨重 当时全球的总人口大约有17亿人左右 经过四年多的全球大战 参战的两个阵营 总共有大约991万军人阵亡 2122万军人负伤 此外还有至少770万平民归天 只是把这几个数字相加就已经超过了当时全球总人口的2% 那么一战为何而战 所以全球各个主要国家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在全球各地进行的决战 当然不可能只是为了把奥匈王储遇刺这件事掰扯清楚 而是有着各自不同的战略利益原因 首先有一点要明确的是 一战可以说是世界从近代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而这个转折点的一个重要标志 就是殖民体系的盛极而衰 自从公元15世纪末 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之时起 开辟殖民地就成为了许多欧洲国家的基本国策 英法虽然起步稍晚 但很快在殖民浪潮中后来居上 凭借其庞大的海外殖民帝国 在公元19世纪先后成为了世界第一和第二强国 而在公元1846年 石油被提炼出来 此后石油就逐步成为了近代工业化国家 生存和发展必须的生命之源 而这也进一步凸显了通过抢占殖民地 掌握更多资源 以石油为核心 对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性 对于当时起步比较早 领土包括殖民地面积 早早突破千万的英法美俄四国来说 石油资源当然不是问题 虽然其早期开拓领土时 并未曾以抢占石油资源为目的 但因为其领土非常庞大 所以在这些土地上很自然的 基本上都会出产 远远超出其需求的石油 所以这几个国家在当时 其实是希望维持世界格局不变 以确保自身的既得利益 但在公元1871年 德国实现统一 这个在欧洲同样历史悠久 但在海外一寸殖民地也没有的国家 很快也加入了殖民浪潮之中 成功地抢到了一些其他国家 经过几百年挑剩下的地区 所以相对来说 为德国的发展所能够提供的支持有限 而在此前后 德国几次分别与奥匈 沙俄 奥斯曼和意大利 组成不同的联盟 其目的都只有一个 即通过合纵连横 打碎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 从而为自己的发展赢得空间 但德国始终也未能在欧洲大陆 建立起对法国的优势 1903年 德国通过和奥斯曼的盟友关系 开始修建从柏林到奥斯曼境内巴格达的铁路 如果完工 德国就能取得伊拉克境内刚刚发现的油田 并通过这条铁路 将石油一路运回本土 同时还能连接伊拉克南部的巴什拉港 通过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 使德国与自己在东方的殖民地直接取得联系 而一旦这一铁路顺利建成 那么英法等国对德国的战略优势 就将很大程度上化为乌有 所以这条铁路很快引发了英法等国的高度警觉 同时 海外殖民地比德国更少的奥匈帝国 此时则在欧洲内部打起了主意 他们在1908年 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将波黑地区正式吞并 也就是想 在欧洲内部开拓出一块新殖民地 但这种意图则遭到了和波黑有亲缘关系的塞尔维亚的坚决反对 而在塞尔维亚身后 则是不希望看到德奥这种资源贫乏国家通过扩张领土 改变劣势的沙俄和英法等国了 所以一战的爆发的直接召火索 看似是塞尔维亚和奥匈围绕波黑归属形成的矛盾 但本质上却是列强在全球殖民地瓜分一空 世界上再无有价值的无主之地可供其占领之后 因为资源竞争无法调和形成的必然结果 费地南的玉刺只是在装满了火药的火药桶旁边点燃了火柴 所以一战其实是欧洲列强为了争夺土地和资源 最后分出胜负也还是因为双方的资源差距 德澳等国因为资源的困境 深知自己和英法俄等国打不起消耗战 所以在开战之后 德国的战略意图就是集中优势兵力 在六周内打败法国 然后再将全部主力调往东线 全力击败沙俄 也就是要速战速决 因为这是德澳等国唯一能够取胜的途径 1914年8月2日 德国占领中立国卢森堡 次日出兵法国盟友比利时 9月3日就禁逼巴黎 此时看似德国的计划进展的比较顺利 但在9月5日至12日开始的马鞍河战役中 法军却绝地反击赢得了胜利 此后双方的战局就陷入了僵持 德国速战速决的企图落空 其实此时德国的败局就已经基本注定了 德国虽然在东线战场还占有优势 但迫使沙俄率先崩溃 却到最后仍然无力再维持下去 最终在1919年宣布投降 所以一战在总体上 其实是因为资源而起的一场战争 最终也是因为资源的差距而决出了胜负 因为利益分配不均 所以才会有了20多年之后的二战 可以说导致一战爆发的矛盾 直到二战 德国非常彻底的失败之后 才告一段落